好 这位能看见我能听见了 是吧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看到了好多熟悉的朋友们 然后今天咱们那个预防课程又要开始了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我说话 还有声音和图像都还可以吧 能听见的 然后声音图像都可以的打个1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0149是吧 我怎么觉得你们那个名字好熟悉啊 朱燕丽 陈彩灵 王灵灵 是吧 好 可以啊 可以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都是一些老朋友我发现 好了 下面咱们看一下 今天咱们那个杨灵灵 对 终于又看见了 就是好多这个直播间里边的 好多学生是跟着一路走过来的 职业课也是听的 也是从这个经纪学习的 然后一路走过来 所以刚才还有一个杨 那个我原来一个职业跟着我学习的一朋友啊 杨乐乐 他那个 他就是考职业一起跟着学习的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啊 下去以后咱们再聊 好多同学也有我的这个微信啊 微信 明明你有吗 回头咱们再那个聊啊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是口腔预防预解组织的精讲课程 基础精讲 对吧 基础精讲的话我们会讲的不会快了啊 不会快了 然后我们先我先问大家一下啊 我先问大家一下 就是说一遍也没有学习的同学 一遍也没有学 我看一下声音 声音这已经开的很大了呀 这回声音可以吧 这回声音可以吧 一遍也没有学习过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谁一次书都没有看过的 打个一 我看一下你的基础 一次都没有学习的打个一啊 一遍书也没有看过的 哎呦天 你们光等着那个上课的时候学呢 是吧 那你可得跟住了啊 我讲课的时候我稍微慢一点 然后一会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的人比较多 好几百人呢 所以说一会我讲课的时候我按照我的节奏来 如果你要是你要是那个跟不上了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回放 但是今天晚上我的原则是基础精讲 我会讲的比较慢啊 不会快了 咱们的原则是我讲了你明白了 你记住了你会考试了 这是咱们的原则啊 这是咱们的原则 声音 声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声音可以啊 我这个已经很大的声音了 好了 咱们看一下咱们那个内容啊 内容的话 首先来说 大家应该是都已经快网报了 12月8号左右网报吧 然后审核也是每个地方的时间不一样 真正的考试的时间呢 是4月的4月份啊 4月的中旬左右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时间已经时间已经不多了 可以说啊 要要加上过年啊 什么时间已经不多了 声音不好吗 声音没有一千大呀 我再把这个声音放大一点 放到最大了啊 放到最大了 这回你看一下 这回你看一下这个声音可以吗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上了一天的课 我说话的声音小了 我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好 这回没有没有那个 没有问题的全部打个一 我就开始上课了 有回收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边呢 房子那个空间比较大 可以啊 可以 好 来 那咱们看一下 一会儿我会给你介绍一下 哪些人需要听 哪些人不需要听啊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考试的时间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因为别的老师也说过 对吧 好了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组织的课程的话 和咱们职业医师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有的同学呢 他是第一次考 我在这儿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一共这四个单元 你看基础知识里边 它是不包括预防的 基础知识里边是不包括预防的啊 那相关专业知识里边 这边有预防 这里边主要是包含的是预防的 除了起病 亚洲病的内容 起病亚洲病 它是在专业知识这个章节里的 然后除了起病 亚洲病 所有的预防的课程 全部都是在相关专业的课程里边 如果你要是第二项或第三项 这两个没有过的话 你是必须要请预防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专业实践能力里边 你看到这里边有口味了吧 那凡是有口味的地方啊 它会有穿插了预防的一部分内容 比如说 我和封闭啊等等 这些内容也会放在口味里边 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咱们哪些人得必须要听的 尤其是第二第三个单元 你要是没过的话 你一定要听一下 因为这两年的话 预防的分值在不断的增高 你想一下闹疫情呀 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 包括今年我们的职业医师的考试当中 也是预防出现了那么多的题 而且那个题都不是很难啊 不是很难 所以我认为你要好好学习预防的话 它可以作为一个提分的这个重要的一项 因为预防相对来说 它比较好记 比较好记 你是5766 你是科1和科4啊 科1的话不用 科1的话这里边没有预防的 但是科4里边口内里边还会有 我建议你还是听一下啊 反正听一下总比你晚上玩手机要好得多 好了 下面咱们看一下啊 那你们所有的这个 其实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的话 你看口内口外口修 你在第二个单元里边 这是占了主要的 那专业知识里边还是口内口外修 口修预防 在咱们专业实践里边还是口内口外修复 所以说这三个主要的科目除外 那你的预防和正绩 这两个科目也都是要学习的啊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 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课程的设施 今天我课程的设置 他就包括习题和课件啊 习题不是很多 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是夯实基础构建学习的框架 夯实基础构建学习的框架 因为我们预防 有的同学甚至不知道有几个章节 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是重点 所以说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给大家掌握一个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知道预防它一共有几个章节哪些地方是重点 对不对 多写有益啊 00149同学说的非常正确 你写点啥没有用呢 对不对 有时候他考试当中也会有好多那个你本来是超超高的呀 或者什么的都会有你多写点不好吗 不能报的话你也得你可以跟着学习嘛 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内容呢 我第一个要给大家是夯实基础构建预防的框架 第二个呢 经讲每一个章节的高频考点啊 这是第二个目的 那第三个目的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要用题来带知识点 我这里边会有题 用题来带知识点啊 只要你掌握我讲课的百分之七十八十 咱们经常说你考试你看一百分满分的话 咱们六十分不就及格了吗 你只要掌握到每一个科目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我这个是用的笔记本电脑 应该话筒没有变 咱们总而言之呢 是找学习找收益 因为每一个同学的基础不一样 你自己学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所以说你不能和别人比啊 有的人家同学一下子学了好几遍呢 你这一遍也没有学习过 你要想一遍过的话 你必须得是跟着我基础慢慢慢慢来啊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叫 三分靠千负七分靠努力 世界上最土石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勤奋 没有别的好办法 学习它没有捷径 你的知识也是积累的吗 你不可能一天就学会了 所以说知识是积累的同样 问题也是积累的 你天天积累的都是问题 那你考试的时候肯定是够呛呀 所以我希望大家跟住了啊 别的我就不再多说了 下面咱们看一下 口腔预防写一封包括几个章节 他就包括这么九个章节 看着啊 考分比较多的 是我打黄色的标记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口腔流行病学 比如说起病的一方 亚洲病的一方 还有这两年到疫情啊 你看口腔医疗保健当中的感染 以控制 这传染病这里边 这个在历年考试当中 也在增加这个分数 比较难学的 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学的这一部分 口腔流行病学 那么比较简单的 容易学习的 就是其他疾病呀 这些地方啊 以及纯文字的这个 健康教育促进 以及社区保健 这个打白色自己的 这些地方比较好学习 那重点呢 是我们打黄色标记的这些地方 它的分值比例比较高 对 它的分值比例比较高啊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预防呢 它简单一学 和我们别的科目 比较起来简单一学 比如说头组 那你就不太好学习吗 那咱们这个预防 它就比较直北 也不容易丢分啊 也不容易丢分 来我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序论 第一个单元的序论 我要进入我正式的讲课了 正式的讲课了啊 同学们 那咱们这个话筒啊 声音啊 我看大家都反应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咱们这些 声音可以调的大一点吗 我的声音已经很大了 调到调到最高了 然后偶尔有 这位一两个同学说 那个声音 声音那个有杂音 但是基本上是正常的 没有 目前没有 好了 那咱们就那个 我看大部分的同学是没有问题的啊 来 咱们就开始 咱们今天晚上的课程了 今天晚上 这个单元里边的内容 还是比较紧张的 咱们先看第一个单元 序论啊 序论 序论里边它一共包括 它一共包括这么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概念 第二个部分就是口腔预防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的原则 你猜一下这三个部分当中谁最重要 这三个部分里边哪一项最重要 这三个部分里哪个项最重要 看考分比是最多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三级预防 是吧 三级预防 无论考什么 考哪个章节里边 它都离不开这个三级预防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一会重点听着它啊 咱们先看一个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 这里边我们提到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就是三级预防 它的疾病形成的三个过程 疾病形成三过程 我这个里边 这个课件 我觉得少了两张呀 等一下啊 许论里边 我看一下这个课件里边 这个里边它这个怎么跳到这个直接出来是三级预防是吧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预防医学的概念啊 你看着我这张PPP就行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就行了 第一段 它是以预防为主 还是治疗 概念里边啊 预防医学 是以预防为主 还是治疗呀 同学们 预防还是 还是治疗为主 预防为主 对吧 它主要是预防疾病 没病防病的 这是概念里边体现的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预防工作 它参与的群体会有三个 哪三个呢 一个呢 是一个呢 是群众 群体 老百姓 一个是群体啊 还有一个我给你的答案 还有一个我给你的答案是 医务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 再有我给你的答案是 政府领导 政府领导 这个里边 同学们猜一下第一个问题啊 受益的是谁 你回答我 这个概念里边含盖内容 我直接用出奇的方式告诉你了 受益的是谁啊 人群集体 对 起决定作用的是谁 起决定作用的是谁 在这个预防工作当中 起决定作用的 起决定作用的 拍板的 你想想谁拍板啊 对了 政府领导啊 然后起主导作用的 干活的 起主导作用的 你想着抗议这个过程当中 谁起主导作用呢 医生 这就是我们概念里边 涵盖着两道题啊 这个概念里边 我为什么不打钱的这个PPT啊 就是我们用想的这个方式 就说我要出来都是文字 你可能搞不清楚 好了 这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概念里边啊 以预防为主 政府决定 医生主导 群体受益 这是第一道题 所以说我们口腔预防一些 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谁 来 再考你啊 你都学完 你就考完职业了 这个东西是不能忘的 所以口腔预防一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谁 主要对象 为谁服务的呀 为群体服务的 所以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人群集体 构成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构成它的基本要素 那就是群体的预防措施和个人的预防措施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提到的概念和预防一些研究的对象 然后研究内容 这个地方啊 同学们 你不需要说反反复复的去背那个定义 没必要 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两道题搞清楚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概念和预防研究的对象 以及研究内容 我们就用初题的方式给大家讲了 初题的方式给大家讲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重点我们要讲的是三句预防了啊 前面那个两道题弄清楚了就行了 相对来说 咱们组织的考试当中 它好多地方是和职业不一样的 它有好多地方是 特别简单的地方就直接删减了 是不是 那这个概念和预防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内容 我就用提问形式回答了啊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三级预防 来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三级预防 同学们 为什么把疾病划分为三级预防 而不是五级预防呢 目前咱们可能还新的课本还没有发下去呢 是不是 你跟着我的思路听就行了啊 听就行了 三级预防 为什么把疾病划分为三级预防 而不是五级预防呢 同学们 首先你看一下 疾病形成的过程 跟着我的思路来 任何一个疾病 它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还是个短暂的过程 疾病的形成 包括癌症 它是长期过程 还是短暂的过程 长期的过程吧 叫做是来看看你们忘了没有啊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病理形成期 对不对 如果是这个人严重了 我们就把它叫做严重和晚期 这就是疾病形成过程当中三个突出的阶段 我们三级预防 就是根据这三个阶段来划分的 哪三个阶段呀 同学们 病理形成的前期 病理形成期 严重和晚期啊 下边我再问你 那在这三个疾病的发生前形成时严重后 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预防最重要 在疾病的发生前形成时严重后 什么时候进行预防最重要 还是这三个阶段都得进行预防 还是这三个阶段都得进行预防 对了 无论是疾病的发生前形成时严重后 都得进行预防 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 最最重要的就是 哎 发生前 对不对 最最重要的就是发生前啊 这是我刚才讲到的第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了啊 三级预防的划分是根据疾病形成的 在三个时期来的 来下边我问大家 刚才我说到的 三级预防是根据疾病形成的 哪三个时期划分的 三级预防 是根据疾病形成的哪三个时期 迅速回答我啊 第一个叫病理形成的什么时期 前期 对吧 第二个叫病理形成期 第三个叫严重和晚期 严重和晚期 对我看同学们答的非常好 王秀丽同学答的非常棒啊 然后这三个时期当中刚才说了 每个最重要呀是病理形成的前期啊 病理形成的前期 好了 大家回答都非常好 下边我们再跟着我的思路来 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 那咱们刚才说了 一二三级预防是根据疾病形成的这三个时期来划分的 那么下边我们再看 一级预防是有病还是没病呢 没病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时期 天空期啊 一级预防每一病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时期 叫病理形成的前期 大家能看到这是动画 你们出来的是不是动画呀 你们课件上出来是不是动画 那你想想 病理形成的前期 他没有病 所以我们以预防为主 还是治疗呢 是以预防为主的 对啊 以预防为主的 一定要跟上我的思路啊 组织的学生 咱们都是有基础的 所以我讲课当中 我没有多少的废话 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你考点就行了 第二个 二级预防是病理什么时期 二级预防天空啊 二级预防到了哪个时期了呀 对 病理形成期 形成了有病没病呀 有病 所以说我们又把它叫做急病形成的早期阶段 所以早期早期 那么我们又把它叫做三早 看见了吗 三早 哪三早 回答我 哪三早 哪三早 哪三早呀 早 早发现 王山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对吧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但是对于传染病来说的话 它就不是三早了 二级预防 它是五早 哪五早呢 你要是有传染病了 第一件事 是不是咱们得是早报告和早隔离呢 对不对 咱们是早报告早隔离啊 所以对于传染病来说 比如说新冠肺炎 它的二级预防 那么就是这五早 看见了吧 多了哪个早了呢 多了一个早报告和早隔离 你比如说你身边有人得新冠肺炎了 你不得赶紧报告吗 报告人家来个车 把它干走 拉走 拉走干啥去了 早隔离去了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二级预防 有病了啊 有病了要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还得早报告和早隔离 好了 再随着我的思路来啊 看着 看着 那咱们三级预防是什么 三级预防是严重了 严重和软气 还要不要进行预防呢 还得进行预防 怎么预防啊 防止伤残 防止病情恶化 以康复为主的 这样的全部都是几级预防呀 三级预防啊 三级预防 所以说我们最终奋斗的目标 应该是一二三级预防 哪一级预防才是我们国家 乃至全世界奋斗的目标 哪一级预防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哪级预防 一级 对不对 你要把疾病消灭在没有发病以前吗 实际上咱们现在做的防病 它就是一级预防 最终的奋斗目标都是一级预防啊 一级预防 好了 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我要求大家是当堂课记住 同学们当堂课记住啊 好了 所以咱们刚才讲到的一二三级预防 分别是没病防病 有病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晚期要做修复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二三级预防 那么你奋斗的目标就是一级预防啊 你奋斗的目标就是一级预防 我用这样的速度 我用这样的速度大家能听清楚能记住吗 能的打个一 能的打个一啊 林医生上一张PPT是吧 来 你看一下上一张PPT 因为我这个是有动画 要是往上翻这个PPT的话 就是比较费劲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跟住我这个节奏了以后呢 你要是实在是有没有截屏下来的PPT的话 你就回放的时候看一下啊 好了 这个大家是可以跟上的 可以听回放 对对对 张医生啊 张医生 林医生 好了 那咱们在下边看这个啊 再看这个 奋斗的目标是一级预防了 好了 这张PPT呢 就是告诉你一二三级预防 划分的原则是什么 对不对 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那就是一级预防 下面我们进一步学习的是 口腔预防预防 看着啊 口腔预防一节的 三级预防 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 看着 口腔预防一节的三级预防 那么一级预防依然是没病 他们都有三个幼名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一级预防 没病防病 他又叫什么预防 一级预防 又叫什么预防 对 病因预防 是吧 病因预防啊 那他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他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 比如说哪些是一级预防的 我说你听了 我说的哪个不对啊 我说窝钩封闭 极光防血 定期检查 你觉得我说的哪个不对 你觉得我说的哪个不对 好了 看着啊 一级预防又叫病因预防 凡事 浮化物应用防取 对吧 饮食控制 防病 对吧 饮食控制 空膛 你不是吗 没病防病吗 窝钩封闭 保护牙髓 极光防取 特殊防护 这些都是一级预防 检查他就不是了 检查他是二级预防 下面再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我说 二级预防 又叫什么预防 二级预防 又叫什么预防 临床后期预防 对吗 临床后期预防 对不对 幼名啊 对了 他又叫临床前期预防 搞清楚啊 没有后期预防 先预防 他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呀 定期口腔检查 F线检查 这都是为了早发现疾病啊 节制 刮制 根面 平整 他也都是 都是这个二级预防 那么其他的我们说 凡是这种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的 全是二级预防 我就不再做详细的解释了啊 那么我们的三级预防 他又叫 三级预防 他又叫 他又叫什么来着 临床预防 上临床找你看定去了吗 你们做的 可摘局部一尺呀 拳口呀 什么种植呀 最大限度的 恢复他的功能的这些 凡是提到 以最大的 这个用最好的方法 去恢复他的功能 这种全部都是 三级预防 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病人 残而不废啊 防止他更严重 一直到晚期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叫 三级预防啊 三级预防 临床预防 这个奋斗的目标也依然是 一级预防 口腔预防 一切奋斗的目标 你们现在所有的同学们啊 都在为国家的 咱们国家的口腔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 你们做的窝钩封闭 你们做的不化物应用 你们做的空旁的宣传 以及我们说到的刷牙方法呀 牙线使用方法 都是为了给老百姓 没病防病 你们都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达到一级预防 就是我们说 没病防病是咱们最终的奋斗目标 但是你们最乐意干的是什么呀 是三级预防 对不对 这可不快了啊 三二七二同学 一会我加你微信 我就考考你 我看你基础怎么样 这可真不快了 对他们都笑你了 这还快 对你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一二三级 你看清楚了 下边我就开始出题了啊 我就开始出题了 你们做的 对努力学习 这个同学说的是实话 他愿意做三级预防 他愿意赚钱是吧 好了 再看下边一个啊 比起回答的问题 一个不能错 回答问题一个不能错啊 来第一个问题 跟着我思路来 第一个问题 这是几级预防 迅速回答我说的是 定期检查 现检查 早期充填 正机以及 对二级啊 二级好 二级预防 除了他又叫三早五早以外 他又叫什么 他又叫什么 来又称 梁超 陈荣 来又称什么呀 二级预防 又叫 我说的是当堂科技术啊 哎 对了 临床前期的预防 考试就是这样的呀 这个前面就是选项 你能把它打出来就行啊 来 看了第二个 没有错的啊 第二个 这是几级预防 急病严重晚期 以康复恢复为主 固定可摘 才而不费 好 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又叫什么预防 临床预防 临床预防啊 那我下面有一个 我说起病 看这个啊 起病引起核骨骨髓炎 请问这是几级预防 凡是起病 它应该发生在 牙体硬组织当中啊 那么凡是因为起病 引起严重后果了 比如说牙髓病 根肩病 核骨骨髓炎 严重后果的 我们都把它叫做三级预防 所以说你要看清楚了 人家说的是起病 引起的核骨髓炎 对不对 它是三级预防啊 三级预防 你要会具体的项目 来 再来一个 这是几级预防 一看这就是几级预防呀 浮化水源 一级预防 一级预防又叫 病引预防 这也是我们最终奋斗的目标 咱们在生活当中 你们比较常接触的是 浮化物应用 俄钩封闭 但是极光防取这个 不常接触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一级预防 在这我强调一下 特殊防护 特殊防护呢 它在亚洲病里边啊 它在亚洲病里边 比如说拆出不良修复体啊 等等的这些特殊防护的 它也应该属于是一级预防啊 特殊防护看清楚 它是一级预防 对一级预防 来都答的不错 下面看题啊 看题也跟上了 下列不属于口腔 二级预防的是哪一个 咱们先看第一个啊 它说口腔 X线片的辅助诊断 辅助诊断 X线片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早发现问题 是吧 早发现啊 然后起病的早期充填 也是个早 起病的早期诊断 还是个早 这不就是三早吗 然后定期口腔检查 还是为了早发现 所以上面都是二级预防 哪个不是啊 窝钢防护 是不是 窝钢防护 来这个窝钢防护不是啊 窝钢防护它是一级 是吧 刚才说过了啊 这种题你都不应该错 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是为了没病防病 杨明明 它也是一级 开始一级 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也是为了没病防病 你跑步 你运动 不都是没了 为了防病吗 下面一个啊 关于三级预防的叙数概念 不正确的是 三级预防是临床预防 正确 这在考什么 这在考幼名啊 这在考幼名 二级预防是临床 前期的预防 它这是后期 二级预防又叫三早五早 三早五早 五早多了什么呢 多了早报告 早隔离啊 一级预防又叫病因预防 控制牙颈班属于一级预防 这个没毛病吧 控制牙颈班属于一级预防啊 下面我再问你啊 下面我再问你 我说 控制牙食 我这给你改一下 我说控制牙食 请问 这是几级预防 控制牙食是几级啊 控制牙食 你是不是得节制 刮制 根面平整呀 所以说啊 你要看清楚 控制颈班 这是我们说到的刷牙这些啊 它是牙线刷牙 它是一级 而控制牙食呢 它是二级 它是二级 好了 这是这个 下面我来问你来答 一个不能错啊 我来问你来答 这是最后一遍 考你三级预防了 邓宝如同学 看着啊 节制二级对着呢 我说 为什么把疾病 划分为三级预防 它是根据疾病形成的 哪三个时期 不能错 我说的是 来 不能错啊 第一个叫什么 叫病理形成的 什么来着 病理形成的 前期 然后呢 是病理形成期 然后是严重和软期 我们就是根据疾病形成的这三个时期划分的 对吧 这一个啊 三级预防划分的原则 好了第二个 一二三级预防的右鸣 一级预防又叫什么 一级预防又叫病因预防 二级预防又叫临床前期的预防 三级预防又叫临床预防 啊 临床预防 这是咱们说到这个问题啊 下面再来一个问题 看着 哪一级预防最重要 哪一级预防最重要呀 王灵又答的真好 真快 来 你看着啊 这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一级一级预防最重要 对吧 下面我再问你啊 迅速回答 用一二三来表示 根面平整 几级 一级对吗 根面平整 二级 是吧 口腔检查 二级 健康促进 李小燕健康促进是什么 陈采流 哦 对了 一级一方 高风险人群的发现 最后一个 高风险人群的发现 是几级一方 有的同学一看啊 有的同学一看 高风险人群 我们的重点是哪个词 是发现这个词 所以说发现发现 还是早发现 它依然是二级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二二一二啊 谁答的是个 谁答的是个三呀 高风险人群的发现 目前我只发现 一个同学答的是三 高风险人群的发现 重点是在一看你语文就不好啊 重点是发现这个词 还是早发现 它是二级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二三级一方啊 一二三级一方 好了 咱们再看了啊 刚才咱们学到的 就是学了一个定义 写了一个定义 写了一个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构成的基本要素 然后学了个三十一方 在这我们就不再回顾了啊 当我这个章节讲完的时候 我就全程让你回顾了 所以说呢 你只要跟着我的节奏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值当的骄傲 你今天晚上坐到这听课就比你玩手机强的多啊 好了 大家能跟上我的思路了 咱们接着往下讲 看着啊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也就是比较难的单元了 刚才咱们讲的是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啊 一共讲了三个问题 定义 定义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对象和构成要素 第三个问题就是三级预防啊 三级预防 这就是我给你构建的第一个章节的框架 定义 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三级预防 好了 没有问题咱们就往下走了啊 有问题吗 同学们有问题赶紧问 没有问题打个一 我接着往下讲 好了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讲啊 没问题 这个速度你是完全可以记住的 王秀丽同学啊 王秀丽我为什么了 对 你的名字真好听 来下边看这个题啊 第二个单元 口腔流行病 一些常用的方法 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单元就 王会多 代念不会 代念就考了两点 就是以医防为主 没病防病 政府决定 医生主导 老百姓受益 那个定义 说了那么多文字没用啊 你就记住 我刚才说这句话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 这个章节 你得打起来精神啊 这个章节是比较难的一个章节 口腔流行病学 来看着啊 你不用看书 你就听到我的课件就行了 电脑的声音已经放到最大了呀 好 放到最大 来咱们看 接着看啊 第二个单元 口腔流行病学 它一共包括三个部分 同学们 它一共包括三个部分 概述 口腔流行病学的方法 然后健康状况的调查 在这个章节当中 对了 王灵灵说的正确 不用看书啊 跟着思路来就行了 口腔流行病学的方法 这个是比较难的 然后健康状况的调查 这里边知识点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概述我们就一带而过了啊 下面咱们先看第一个 概述里边就讲了一个 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 有的同学说了 老师你讲预防一些 讲啥口腔流行病学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疾病的发现 是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发现疾病的 比如说现在的新冠肺炎 你怎么发现 这个地方有 那个地方没有 是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 来发现的啊 比如说一个地方有这个疾病 那不叫流行病学 如果是短时间内 某一个城市突然发现了 好多这样同样的病人 我们就把它叫做流行病 对不对 流行病啊 做流调 张医生说的特别好 做流调 所以说流行病学 他就是为了发现疾病 发现疾病什么呢 看着他的作用啊 找疾病的分布 哪个城市有 哪个城市没有 一会儿我说让你总结 那你光知道说武汉有什么北京没有 这不行你得找找病因 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疾病 那你光找到分布了光找到病因了还不行 你得找到合理的预防方法 然后戴口罩打疫苗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监测一下监测一下 你戴口罩打疫苗以后哎发现疾病流行趋势下降了 这就说明有用 所以说我们为将来以后再次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动作是干什么你的第一个动作是戴口罩你哪来的依据啊你不就是前边找到了依据了吗 戴口罩可以使疾病的流行趋势下降吗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以后我再告诉你怎么考 看着啊怎么考他考你是这么考的 他说以下哪一项不是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 哪一项不是流行病学的作用 那你看他的作用是什么呀 找疾病 下面我问你啊 我说流行病学的作用是找疾病的分布 你看对不对 第二个是寻找疾病的病因寻找疾病的预防疾病的合理方法 监测流行趋势是否下降 为将来以后再次预防这个疾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就是他的作用啊 他怎么考你他会用反向选择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哪一个不是他的作用啊 那你要大概得知道这个作用 你理解记忆啊不要纯备理解记忆好了来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啊 但是不管是做流调做流调 做流行病学的调查 现在我派谁去呢 我派这个幸运女神 我再派张医生 你们几个去做流调 但是你能不能做完流行病学的调查 你去指导人家临床看病了不能 临床看病的还得找医生 所以说流行病学的作用唯一不能包括的 就是不能指导临床看病啊 不能指导临床看病 张医生对吧 你的战友张医生一起做流调去了啊 然后咱们的王医生呀 最初呀 你们这几个人干啥去了 你们这几个人看病啊 他们调查出来了 是武汉有你们几个奔赴武汉去看病去 所以说呢 你看一下流行病学的作用能不能指导临床看病吗 现在我问你能不能指导临床看病 不能指导临床看病啊 这是他唯一一个不能做的地方 做流调的是一群人 看病的是一群人啊 好了 所以说你看一下 这个下面我给你出一个题 我说以下哪一项不是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 来做一个选择题啊 以下哪一项不是流行病学的作用 我一个一个出啊 来我看一下 我问你我说 他能够流行病学能够描述人群口腔健康和疾病的分布状态 哪个城市有哪个城市没有 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吧 对的打一啊 这句话是对的啊 可以是吧 第二句话啊 可以研究疾病的病因找关键词 能不能行 可以对不对 第三个啊 研究疾病的预防措施并评价它效果好不好 戴口罩能不能预防疾病 对不对 做流调嘛 戴上口罩以后流行趋势下降了也对 是不是也对啊 第四个他说 可以监测流行病学啊 用流行病学的方法 可以监测口腔疾病的流行趋势 下降了还是上升了 你们每天早上起来看的那个图 那就是流调出来的 对不对 最后一个啊 他说主要用于指导临床看病 最后一个指导临床看病 我说了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我们的指导临床看病 是不是啊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指导临床看病啊 所以这道题呢 你看错误的答案就是这个 对不对 凑的就是这个啊 不能指导临床看病 这是咱们刚才说的流行病学的作用啊 有那么几大作用 发现疾病的分布 找病因找预防方法 制定预防保健措施 监测流行趋势下降 对 好了 就是这个啊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流行病学的方法 去发现疾病呢 这就尤为重要了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流行病学 大家还记得吗 口腔流行病学 最长知道它的作用了 那你得给我找个方法呀 你们去武汉调查 或者去哪个城市调查 你用哪个方法会更好呢 我给你几个方法呢 你看口腔流行病学 最长的方法有几个 我看谁还能记得 杨明明 他回答 他说是描述性流行病学 分析性流行病学和实验性流行病学 大家同意吧 对不对 口腔流行病学 你先记住 有几个 是三个 描述性 分析性 实验性 它们三个有没有关系呢 哪个最常用 下面回答我啊 这一二三 谁最常用 第一个问题 谁最常用 你用一二三回答我 对 描述性最常用 对吧 谁最准确 还是用一二三 谁最准确呢 对 三最准确 你不做实验 你怎么知道就是它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三个的关系是什么 这三个方法的关系是啊 先描述 听清楚啊 哪个城市有 哪个城市没有 再分析 它的原因是什么 再实验 这三个方法是 虚心渐进的过程 一个更比一个准确啊 王熙华同学 你看啊 一个比一个更准确 先描述 再分析再实验 他们可不是没关系啊 没关系 好了 这是咱们刚才讲的 这张课件 你必须得记住 口腔流行并且常用的方法 有三个 先描述 再分析 再实验 最常用的是描述 最准确的是实验 这就是考试的题啊 来 再看下边一个 那么描述描述 它是对疾病 在人群当中的分布发生发展的规律 只做了一个描述 哪个城市有 哪个城市没有 哪个城市多 哪个城市少 这就是只做描述 然后提出病因的假设 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啊 不做进一步研究 那我现在我就言啊 描述不做进一步的研究 它又包括三个方法 哪三个方法呀 我提示你第一个 哪三个方法 对 哪三个方法呀 同学们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来着 叫先横 后纵再常规 我的头像卡了呀 我关一下 我再看一下 我头像卡了是吧 对 没事 你不用看我也行啊 先横后纵再常规 你能听见这个什么就行了啊 能听见声音吧 先横后度再常规 对吧 不影响顷刻 对 来再看着啊 下面我问你的问题是 在这三个方法当中 谁最常用 这三个方法当中 谁最常用 其实我也没看我一个头像 动不动啊 这三个方法里边是 横断面最常用 为啥横断面最常用啊 同学们横断面 它最省事 就是截止到某个时间点上嘛 所以它最省事啊 下面咱们看一下 这三个方法有什么区别 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 有什么区别啊 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 描述性流行定学 包括三个方法 横断面 纵向研究和常规资料分析 对吧 横断面 纵向研究和常规资料分析 这个横断面 横断面就是啥意思呀 横断面就是 截止到截止到某个时间点上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现况调查 比如说现在我给你们班的同学 做流行病院的调查 这就叫现况调查 截止到什么时间呀 一个时间点上 比如说今天 那有同学说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指的是一天呢 同学们不一定 你看啊 如果现在我问你 我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你看这是这是横断面吗 头像不动了是吧 要不然 这头像咋不动了呀 听有问题吗 听能听到吗 能听到的打个1啊 要不然我就退出去 再进来一下好吗 要不然我退退下 你再进来一下好吧 可以啊 稍等我一下啊 一分钟啊 好了 那咱们看着啊 继续吧啊 看着 刚才咱们讲的描述性流行病学里边 它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我刚才讲 第一个就是横断面啊 横断面 它截止的是一个时间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时间点呢 它是越短越好 比如说我们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 你比如说用了一个礼拜 人口普查还是怎么普查 分到省里边 市里边 县里边 乡里边 村里边 是吧 你用一个礼拜就可以数清楚这个 你们村里这个人 但是如果你说你数了一年行不行 那得有多少新生的孩子出生 所以说呢 这个现况调查 它指的是时间越短越准确啊 越短越好啊 你要有一天完成 你就不要用一个礼拜 你要有一个礼拜能完成 你就不要用一个月啊 所以说横断面 又叫现况调查 一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点啊 第二个我来考你啊 纵向研究又叫什么 纵向研究又叫什么 纵向研究又叫啥呀 纵向研究 有的说叫定期检测 有的说叫疾病监测 纵向研究 对 它又叫疾病的监测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定期水访 比如说你们这些人 那我今天做完调查 我半年来一次 半年来一次 半年来一次 我调查起病 我跟踪观察了一两年 你看啊 两年 这就是一个时间段 一个时间段 一个起病的流行病学的调查 它一般得需要两年 那么这种方法就叫纵向研究 有时间段的跨越啊 纵向研究 第三个 常规资料分析 它又叫历史资料分析 看着啊 怎么历史资料分析 比如说 石家庄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这个病例 我拿回家慢慢分析 这就叫查病例 这就叫回顾资料 所以它的时间最久远 它可以五年的病人拿回家去分析去 是不是 像这个里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三个方法 叫常规资料分析 时间最久远啊 时间最久远 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描述性的三个方法啊 下面我们看一下怎么考 怎么考啊 比如说我要问你 我说了解人情口腔疾病在某一时间点上的患病情况 请问我用的是哪个方法 某一时间点上的情况 一说到时间点时间点 那当然就是什么来着 我们把它叫做 时间点 我们把它叫做横断面 是吧 横断面啊 好了 再跟着这个题 我问你用名 纵向研究又叫什么 纵向研究又叫什么 现场记录啊 纵向研究又叫疾病监测 疾病监测 它的特点就是 有时间段的跨越 它的特点是时间段的跨越啊 那么横断面呢 又叫现况调查 三个幼苗必须记住 因为它有说考的是幼苗 对不对 纵向 你看还少了哪个 少了那个常规资料分析 常规资料分析又叫什么来着 又叫查病例啊 查病例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描述性流行病例的三个方法 先横后重再常规啊 先横后重再常规 好了 翻篇我们看 那你光描述不行呀 同学们光描述不行 孙玉静下课加我微信啊 你看哪个不对 哪个你没截屏下了 我再截给你啊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我翻出去特别麻烦 它是动画的 咱们再看啊 第二个光描述不行 我们要讲流行病学的第二个方法 刚才咱们讲的是第一个方法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呀 是分析性流行病学 分析性流行病学 分析性流行病学是对描述的进一步假设 你光描述不行 你这分析原因啊 这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对不对 最难的一个啊 那我们看一下 它就包括两个方法 谁告诉我是哪两个方法 分析性流行病学又包括哪两个方法 我在求你呢 你一找就找到我了啊 来你看一下啊 小李子 小李子你看一下 分析性流行病学又包括哪两个方法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小李同学 刚才有同学说是 对裂研究 我看谁说的最正确啊 对了 成梅是吧 你看一下啊 它就包括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病例对照 第二个叫群组研究 刚才有个同学说 对裂研究也没毛病 因为群组研究 它有两个名啊 两个名 那第二个名就是对裂研究对不对 那你们下面再回答一个问题 在这两个方法当中 一和二这两个方法当中 谁是由果到因 谁是由因到果 啊谁是由果到因啊 先有结果后找原因的是哪个来着 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一个啊 那么由因到果的就是第二个 这是你目前要记住的问题 分析流行列包括两个方法啊 两个方法 仨描述俩分析吗 对不对 那咱们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 咱们先看啊 分析性流行病学 刚才我说了两个方法 病例对照和群组研究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咱们先看一下啊 病例对照病例 是先有结果推断原因 啥意思呀 先有病了 我举个例子 先有肺癌了 肺癌了 但是不知道病因 那我就开始问原因了 你喜欢干什么 他说喜欢抽烟 喜欢逛街 那个时候我喜欢抽烟 喜欢喝酒 还有一个说 我喜欢抽烟 喜欢打麻将 但是问了半天 你就会怀疑 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那就是抽烟 对不对 但是你问的这个 我就问你 他准确不准确 你通过问的这个准确不准确 你只是做了个推断 他不准确 明白吗 他不准确啊 病例对照就是有病问原因 不准确 简单记住他啊 第二个就是 群组研究站队了 咋站队呀 你不是怀疑抽烟 是引起肺癌的原因吗 那你就要 那你就让抽烟的站一队 看着啊 抽烟的站一队 不抽烟的站一队 这两队人 你跟踪观察了两年 你发现 哎呦 喜欢抽烟的人 真的就容易得肺癌 这是进一步分析了 抽烟有可能是 引起肺癌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个方法 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证 就是光登记了 不做任何的干扰 不做任何的干扰啊 他比谁准确呢 他比病例对照准确 但是他依然不准确 他只是推断嘛 只是跟着 而我们做的第三个方法 实验 好了 来了两队人啊 我现在让这个 潘秋燕带一队人 杨明明带一队人 各带一队人 但是你们都是健康的人 也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 但是现在我让杨明明这队人呢 天天抽烟 每天抽一宝 然后潘秋燕 你看着你们这队的人 一个烟都不能抽 那么经过五年 那么经过五年的五年的实验啊 我人为干预可控的五年实验以后我发现抽烟真的就是引起肺癌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做实验 现在我考你啊 现在我考你 我说这三个方法当中最不准确的是谁 最不准确的是谁 你看着黑板啊 这三个方法当中最不准确的是谁啊 是有病问原因 对吧 然后最准确的是谁啊 你告诉我 就是临床实验 是不是 临床实验啊 最准确的就是临床实验 好了 这是第一个啊 问题 第二个考题 第二个考题 我说由因倒果的 你看是哪一个方法 由因倒果的 由因倒果的 你看是哪个方法 怀疑这个原因吗 跟踪一个结果 所以它是群组研究 也叫什么研究 对裂 一群抽烟的和一群不抽烟 那不就是一对一对吗 一群人不就是一对人吗 所以群组研究又叫对裂研究啊 这个经常考 一群人就是一对人 群组研究又叫对裂研究 而而我们由果倒因的方法 看清楚 它有两个 一个呢是定例对照 一个是实验 它俩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不准确 一个准确啊 别看都是由因倒果 别看都是这个 我说错了啊 由果倒因的只有一个 那由因倒果的是谁啊 是这个 我说错了啊 由因倒果的是对裂和临床实验 它俩谁准确啊 实验 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是 这个是人类干扰的 可控的 这个是跟踪 不做任何的干扰 啊就是这个这个方法 由果倒因的只有一个 由果倒因的只有一个是定例对照 由因倒果的有两个啊 如果你没有搞明白 你再看我这张课件 现在你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跟着我的思路来 下面一起回答我 分析性流行病学 这两个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啊 先看第一个 由果推断原因 请问观察时间长还是短 如果考试我这样问你 我说 有一个方法 它观察时间短 研究对象少 适合 病因不明的少鉴定 是在问原因 它不准确 请问它是哪个方法 请问它是哪个方法 它就是病例对照 对不对 然后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啊 我说那如果说 我有一个方法 是根据暴露的因素化对 而不做任何的关扰 虽然它费事费力 但是它依然不准确 请问它是哪个方法 请问它是哪个方法 那么它就是第二个方法 心理研究 如果我再考你 我说一个方法 是我人为干预可控 人为分组跟踪观察 有比较的 这样的是哪个方法呀 它就是实验 临床实验啊 它最准确 考试的时候 往往会 会告诉你哪个方法 哪个方法 你要会对号入座就行了 来 咱们再看一个天空题啊 这回你就不能错了 最后一遍啊 一个不能错了 好 看着啊 分析性流星并解 它就包括两个方法 哪两个呢 定例对照 和群组研究 看着啊 定例对照和群组研究 来先天空第一个题 定例对照是有什么到什么 定例对照是有什么到什么 对 有果到一啊 有果到一 观察时间 短 研究对象 少 适合研究病因不明的 少见疾病 看清楚啊 我拿肺癌举例子的 癌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吧 先有果 后找原因 跟着我的思路来 先有果后找原因 所以说它的缺点是 时间短 回忆偏一大 什么叫回忆偏一大 你广问它 它回想 你抽烟抽几年了呀 记不清楚了 几岁开始抽烟了呀 记不清楚了 抽多少也记不清楚了 所以它 回忆偏它的 所以它准确率最低吗 准确率低啊 是第一个天空体做完了 第一个啊 咱们再看第二个 群组研究 又叫什么研究 我让你记幼鸟 不能答错了 一群人又叫什么来着 一群人又叫什么来着 哎 对列研究啊 幼鸟要记录 它是由什么到什么 它是由因到果正确 由因到果 按照什么来分组呢 暴露的因素 哪个暴露的因素 抽烟这个暴露的因素 如果你要说 怀疑吃海鲜得的这个例子 那就是吃海鲜的占一队 不吃海鲜的占一队 对不对 你要怀疑抽烟 那就是抽烟的占一队 不抽烟的占一队 这就是根据最突出的那个病因 暴露的因素来化解 对吧 干扰了吗 你跟着了 跟了五年 但是我逛登记啊 谁一天抽两盒呀 一包呀 什么两包呀 你该怎么抽怎么抽 我不做任何的干扰 所以这个方法的特点就是 不干扰只跟踪 费时费力 但是它进一步考证了原因啊 进一步考证了原因 对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啊 最最准备的实验出来了 你看一下实验是怎么回事呢 实验是 临床实验是 由因 你刚才不是怀疑那个原因吗 抽烟这个原因吗 你就把它作为一组人 由因到果 由因到果啊 它是实验而非观察 可不是光观察了 我得做实验了 做实验必须得设立对照组 同学们 一组抽烟一组 没有比较 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呢 所以一定会有对照组 时间长可信度高 人为分组 人为干预 人为可控 我做实验 我控制吗 对不对 时间长 然后费时费力 但是我们有一些东西 必须做实验 你比如说 一个疾病病因的查找 那都是做过临床实验的 包括我们说 一个疫苗的应用 它也是做过临床实验的呀 临床一期二期 对吧 这是天空地完成了啊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关键词 叫前瞻性研究 前瞻性研究 首先你要搞定 什么叫前瞻性呢 同学们 前瞻前瞻就是 战望未来 寻找结果 所以说 凡是考试当中提到 前瞻性研究 那么它就是由因到过来研究 凡是提到前瞻性研究 它就是由因到过来研究 前瞻性啊 向前看 战望未来 有原因找结果 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分析性流行并学的 两个方法 和最后一个实验 对不对 实验啊 好了 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 既然实验这么准确 这么重要 有一些必须得做实验了 那我们下面讲一讲实验啊 讲一讲实验 这是最后一个方法 看着啊 我们刚才讲的是 同学们 流行并学的三个方法 先描述再分析再实验 下面我们又讲实验了啊 实验看着 实验是前瞻性研究 我们也把它叫做流行并学的实验 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刚才你总结下来了 它有哪两个重要的特点 哪两个重要的特点 哎 第一个 它是实验 而不是观察 它必须得有人为的干预 让你这组A对A组抽烟 B组不抽烟啊 这就是专业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随机化分组 绝对不是随意啊 同学们绝对不是随意 啥叫随机化呀 比如说 我要做乳牙的流行并学调查 我应该用五岁的小孩 但是 我不管胖的瘦的 但是他都是五岁的 我随机化分这两组 如果你要随意好家伙 那里边有75岁的女爷爷 这不是没事捣乱吗 所以做实验是随机 根据实验的需要来随机分组 而不是随意啊 听清楚了 这是它的两个特点 有干预 有随机 有干预 有随机 对了 人为干预 随机化分组 这是它最大的两个特点 为什么要进行干预呢 因为我们怀疑哪个 我们就施加哪个因素 然后我们就或者是消除哪个因素 这就是干预 这个你理解一下就行 随机就是按照暴露的因素 你刚才不是抽烟的吗 抽烟的战役队 不抽烟的战役队吗 对不对 一队让他抽烟 应该这样说 一队让抽烟 一队不让抽烟 这就是我在随机化分组 分组当中的一个特点 下面看 实验性流行病学 这么重要 有随机有干预了 我们根据实验的目的不同 看着啊 我又分为三大类 哪三大类啊 第一个我考你啊 我说 在某一种特定情况下 发生了一个疾病 比如说 那我 比如说拱中去证据了 我必须不能脱离这个现场 所以我要做的这个实验 就叫现场实验 看见了吧 不能脱离这个环境啊 我要在环境里边找原因吗 第二个 如果我要是讲这个实验 推广到整个社区 它就叫社区实验 这个地方啊 看着啊 那么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最常用的 既不是现场 也不是社区 而是临床 那么什么叫临床实验呢 同学们 他考试里边考什么呢 临床实验最常用 现在我考你啊 我说现场实验 社区实验和临床实验比较 谁最常用 那么你回答我的临床实验最常用 为什么做临床实验呢 我们用的小老鼠小兔子做的实验 请问这是什么实验 请问这是什么实验 这叫动物实验 而上升到临床实验了 他用的是人 看清楚啊 人 那么临床实验用的一定是人 不管是健康人还是病人 但是上升到临床了 那就是好多 我们比如说 临床实验一起 临床实验二起 临床实验三起 那就用的都是人 对不对 人啊 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地方 我经常跟你们开玩笑 我说咱们应该感谢 为我们人类做出 突出贡献的小老鼠小兔子 对不对 昨天我上实验 在那个实验大楼里边 还看到了好多那个小动物 可爱的小动物呢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 为我们人类做出 突出贡献的那些 做临床实验的人 还有这些一起捐献者 对不对 好了啊 就是说到这个啊 那么刚才咱们说了 临床实验用的是人 现在我问你啊 临床实验用的是人还是动物呢 临床实验用的是人还是动物 你想做治愿者呀 良好 动物也太残忍了 你是一个 对我也觉得 但是咱们有一些实验 必须得要用到它吗 对不对 下面我问你啊 既然临床实验用的是人 这个人是可控 还是不好控制 这个人是好控制 还是不好控制 好控制不好控制 不好控制吧 你不好控制不好控制 那么你在做实验当中 你是用开放实验 看着我的体啊 你是用开放实验比较好 还是盲法实验比较好 你要想知道开放和盲法实验好 你得比起明白个道理啊 开放就是我完全告诉你 我的实验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我有可能导致哪些哪些 哪些危险 那你还做吗 你就不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好多实验用的是盲法实验 哪些实验可以用开放实验 比如说一天刷几次牙 你用什么牙刷 你用什么牙膏 这些对人没有完全人想 他完全可以说实话的这种 我们就用的是开放实验 如果是有人为的 人为的因素干扰的实验 那都不能做开放实验 都得做什么实验 盲法实验啊 现在咱们就做个实验 那我就用成煤啊 心想事成啊 你们这些人啊 那如果我雇用你俩发牙膏 发什么牙膏呀 发那个孵化物牙膏 这个牙膏上有两个标签 A和B啊 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说成煤 咱们这个A 我悄悄告诉你 不告诉其他的人啊 其他人你给他发牙膏 我说成煤 咱们这个A是孵化物牙膏 B是安慰剂 它都不顶用 它只是为了做实验 做个比较 那么成煤呢 他可能看到 他家的亲戚了 他发的是A 他看到他不顺眼了 一看 哎呦 这家伙我看着不顺眼 我发的就是B 所以如果我告诉他 就会对我的实验 造成特别大的干扰 那我就不告诉他啊 不告诉他 那么 下面听清楚 我要做一个实验 我就是研究者 然后成煤 你和心想事成 就是发牙膏的 实验操作者啊 咱们所有的今天晚上这几百人都是干啥呀 受试的人群 让他俩给你发牙膏吗 现在看着什么叫单忙法啊 仅仅有受试人群不知道 这就叫单忙法 如果受试人群和操作者均不知道 这就叫双忙法 如果研究者 操作者 受试者均不知道 他就叫三忙法 三忙法啊 下面我的考试提示 在忙法实验当中 你认为单忙 双忙 三忙法 谁最常用 你认为谁最常用 对很好啊 双忙法最常用 那么为什么会采取双忙法呢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 双忙法的目的就是 去掉人为的干扰 使我的实验结果更加的准确 我要告诉发牙膏的那些人 他就不好发了啊 所以我为了不干扰我的实验 使我的实验结果更准确 我就用这个双忙法啊 特别严格的实验 那么研究者 操作者 受试者均不知道 这就是三忙 很少用 但是最常一个是双忙法啊 好了 下边呢 我就开始考你了啊 下边我开始考你 下边我考你啥呀 我说实验性流行病结 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 可以分为三大类 我这三大类是现场实验 看着啊 现场实验 社区实验 临床实验 你说哪一个实验最常用 你说哪一个最常用 一 二 三 哪个最常用 三最常用吧 好了 第二个问题 临床实验用的是人 还是动物 人对吧 人它是不可控的 所以最常用的是开放实验 还是盲法 最常用的是开放还是盲法 盲法对吧 盲法最常用的是单盲双盲 还是三盲法 双盲法 对 这不就得了吗 所以说呢 你不用记那么多文字 你理解以后能坐上题就行了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实验 对不对 实验啊 好了 再随着我的思路来 再随着我的思路来啊 这是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实验最常用的是哪一个方法 这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靠谱的实验性流行病结里边的临床实验啊 最常用 这一个考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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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验最常用的是盲法里边的双盲法 而不是开放实验 临床实验用的是人这就行了啊不用再级别的了下边来随着我的思路来 那么实验性流行病结它的实验步骤我们不作为重点只作为了解 现在我要给在座的各位做实验啊 我明确实验的目的这个你听一下就行了是为了帮助你理解后边的内容 明确实验的目的是干什么呀 是孵化物牙膏的实验这就是能不能防取这是我的实验明确实验的目的啊 现场确定在石家庄 对象就是在座的各类同学几百人啊 样本就是这几百人 样本就是人数的多少 后边我们还要讲呢 那么我们采取一部分一半人是实验组一半人是对照组 我观察几年呢 我采取的是盲法实验观察两年 我发现哦 孵化物真的能防取 这就是我在做实验 这个你不用记啊 不用记 理解就行了 下边我的问题来了 我说临床实验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 务必要记住三个原则 是随机还是随意 第一个 是随机还是随意 随机吧 要不要对照组 不要对照组行不行 那一组光跟着了 不用他们行不行 不可以啊 采取的是盲法实验里边的双 盲法好了 这就是我实验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 那哪三个原则呀随机对照盲法啊 随机对照盲法 第二个问题开放实验哪些人哪些实验需要做开放实验呢 饮食习惯询问卫生习惯 是吧 像这些啊我们都可以调查生活方式的不良生活方式的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可以说实话的我都可以用开放 第三个问题 一个孵化物防取效果的观察至少观察几年通病了 两年对吧 那一个亚洲病的观察需要多长时间啊 6周到18月 这个问题也足以证明了一个疾病的形成是长时间形成的 对不对 长时间形成 所以你才有一二三级预防吗 你把它联系起来啊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咱们是需要记住的 好了 再翻篇以后咱们看一个 那么临床实验这么重要 它能干什么呢 同学们 它能干什么呢 你猜 它有四大用途 谁还记得是哪四大用途吗 临床实验的主要用途有四个啊 有四个 哪四个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百事可乐 你来回答啊 哪四个 看着 第一个我说 验证病因的假设 查找病因可不可以 查找病因可不可以 新冠肺炎的病因必须得做临床实验的查找呀 对不对 然后新药新方法新知剂 效果安全性的评价 你们吃的什么感冒药呀 什么各类药呀 那都是经过 动物实验到 临床实验 然后临床实验又经过一二三七这么多期 你才能应用到 才能去卖到药店或医院呢 所以说 新药新方法新知剂安全性的评价 也得做实验 它也是对的 对不对 第三个啊 预防措施安全性的评价 这个可不可以 比如说 孵化水源安全嘛 那也是在广州做过试点的 对不对 它也可以啊 最后一个 它说医疗成本的核算 效益的评价 要不要做实验 比如说 我想在广州 投入孵化水源 我得做个实验 用一部分人 我算算多少人到底耗资多少 我才能申请我们这个城市 实行广化水源 我们得需要多少钱 所以说 临床实验的用途里边 包括成本的核算 那么你要是 对 信仰师程答得非常好 我客家还没出来 他就答上了 一看 所以说我们把它总结起来 看着啊 临床实验的四大用途是 找病因 凡是说找病因的 什么新药 新知情新方法 找新药的 然后做预防 预防方法好不好的 或算成本的 他们均是临床实验的四大用途 这个用途 他怎么考你呢 他会这样考 他说 以下答案当中 哪一个不是临床实验的用途 空间的 哪一个不是临床实验的用途 那你得看看啊 你必须得 务必得记住这四个 这个红色的小标题啊 红色小标题 下边我就要给你提了 你看看能不能做对啊 给你提 来看着 抬头看黑板啊 实验性流行病解的主要用途 没有以下哪一项 没有以下哪一项 第一个我说 探讨疾病的病因 你看有没有 有的打一啊 有的打一 有还是没有啊 有对吧 然后第二个我说 预防效果安全性的评价 浮化水源安全吗 头部扶植器安全吗 也有是吧 邓宝如啊 对着呢 第三个 他说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这个有没有 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没有是吧 没有啊 来再看一个 他说评价新药新知记新方法 这个有没有 有对吧 那你为什么 最后一个 质量成本的核算 也有 也有 对吧 那你为什么说第二第三个不对呢 同学们 为什么说第三个不对 谁能回答我 现在我考你啊 我说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请问你应该用流行病学的哪个方法 你应该用流行病学的哪个方法 仅仅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哎 杨明明答的是对的啊 他说是 他说是 对 描述性流行病学 你光说是流行病学的作用不行啊 你得是描述性流行病学 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刚才答的这几条里边 第三条 第三条 C C啊 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它用 它是描述性流行病 而我们问的是实验性流行病 看见了吧 咱们不是先描述再分析再实验吗 对吧 先描述再分析再实验啊 好了 来翻篇以后看着啊 在临床实验的事实过程当中 一定要遵循一个必要的原则 但是不包括哪个原则 临床实验的事实原则 但是不包括哪个原则呀 哎 随机 对照 盲法 是不是都有呀 遗从性 啥是遗从性呀 遗从性 遗从性就是 听从我实验的 听从我实验的安排 对不对 我让你不抽烟 你得不抽烟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不包括哪个呀 是不包括B 这个啊 B 不听话 那就是没有遗从性了 让你八点上 七点半上课 七点半到的 那就是遗从性好 七点半不到的 就是遗从性不好 今天晚上七点半 全部到达的同学 考试全部能够通过啊 遗从性好吗 下边我们再看一个 我说我国进行的第二次 前国流行病例的调查 属于哪个方法 这个就太简单了 属于哪个方法呀 哎 他属于的是 属于的是 第二次流行病例的调查 通向调查 属于哪个方法 横断面 是吧 下边我再考你啊 我说A B C ABC 这三个属于哪个方法 来 属于流行病例的哪个方法 后边迟到的也都能过啊 0802 对 他们属于描述性流行病例啊 明天晚上上课的时候 不能迟到了啊 是这个啊 好了 下边我们再看 我再问你啊 病例对照和群组研究 属于哪个方法 病例对照和群组研究 属于哪个方法 哎 属于分析性流行病学 分析性流行病学 来 我再问你啊 我再问你 我说 病例对照 和群组研究 哪个又叫对列研究 群组研究又叫什么研究 群组研究又叫对列研究 对不对 又叫对列研究啊 这五个答案当中 哪个是油果倒因 这五个方法当中 哪个是油果倒因 第四个 第四个啊 哪个是油因倒果呀 哪个是油因倒果 第五个吧 好了这是这个啊 我下边我再考你 我再考你 我说横断面又叫什么调查 横断面又叫什么调查 现况调查 纵向研究又叫什么 纵向研究 刘德龙 疾病监测 常规资料分析又叫什么 又叫对历史资料分析 查病例是吧 群组研究又叫对列 你看这个又名是不是很重要呀 对不对 又名一定要记住啊 好了 这是咱们刚才说的这道题 好 下边来一个共用题材的题 迅速秒杀 从果倒因的研究方法 从果倒因的研究方法 对 第四个 是不是啊 然后从因倒果的研究方法 哎 第五个 对不对 第五个啊 你得达到秒杀才可以呢 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那你再看一个啊 前瞻性研究 哪些方法属于前瞻性研究呢 哪些方法呀 前瞻前瞻不就是由因倒果吗 前瞻就是由因倒果 啊 战望未来吗 它不就是有两个方法吗 一个就是对列 对列就是群组 像这个题我为啥反反复复问你啊 我反反复复问你 你才能怎么变怎么会啊 怎么变怎么会 然后临床实验这个比较准确吗 这两个方法啊 临床实验它是比较准确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 呃 共用题材的题 前瞻性的包括这两个 哪个准确呢 实验最准确啊 哪个有个诱名呢 是对列又叫群组 这有个诱名 好了 所以说我们说 不在于我讲的有多快 而在于你这样能不能记住 是不是 考试也是这样的 考试预防都没有特别难的题啊 很简单的题 所以我经常说预防它是题份的法宝 它那个书上一共也没有多少页 但是它出题的时候 它出的也不少啊 你就不要多分就行了 这个 考试也是这么简单 下面我们来个小节 这个小节的话 一个不能错啊 同学们小节来 一起来回顾一下 把你这个 思路调整过来 好多同学是在医院上班 可能比较累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口腔流行正确的 来做个小节 当然了 他们都是 好多都是想一年考过 他都是反反复复看过书的啊 人家肯定是比较 口腔流行正确的三个方法来 三个方法 第一个叫什么来着 描述性 分析性 实验性 三个方法 描述性又包括哪三个方法 描述性又包括哪三个方法 描述性啊 它又包括哪三个方法 横纵历史 是吧 先横 后纵 再常规 我们要记得是三个秒啊 横断面又叫现况调查吗 然后分析性又包括哪两个方法 分析性 你构建框架吗 我说了今天晚上必须得建立框架啊 然后分析性流行病院 又包括哪两个方法呀 对 病例对照和勤读研究 实验性流行病院 最常用的是啥来着 是这个由因道 是这个实验性流行病院 最常用的是 盲法实验里边的双盲法 是吧 盲法实验里边的双盲法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口腔流行病院的三个方法 这个东西你虽然比较陌生啊 但是通过反反复复器的话 大家一定没有问题 对吧 这是咱们刚才讲的啊 刚才咱们讲的是撒描述 俩分析 一实验 哪个实验呀 临床实验 最常用的是哪个方法呀 是双盲法 你就把它截屏就行了 对 这段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没有问题了 对 其实今天晚上大家都学的很好 不知不觉就九点了呀 我的 不知不觉就九点了啊 大家还能坚持吧 按按道理说的话 我的上课时间应该是到这个 七点半到九点半 可以坚持 你必须得坚持啊 你如果不想 努力学习 不想生活累 你就得被生活所拖累 所拖累 好了 我接着讲了 我不管你累不累了 你要是你累了 你就可以先去厕所溜带一下 拿着手机去就行了 下面咱们再看 哦 我这还烂了一个 临床实验的四大用途 找病因 找新药 做预防 算成本 是吧 不想生活累 就得被生活所拖累 咱们都是考组织的同学了 我多讲点没问题 你能接受就行啊 来 下面再跟着我这个 我 我是想着是不歇着了 因为咱时间太短了啊 一个晚上就会两小时的时间 是吧 好了 来看着啊 再坚持半个小时 我们就下课 好 看着啊 所以说呢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只管努力奔跑 继续学习就可以了 来 随着我的思路来 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章节 健康状况的调查 它也是历年的高频考点啊 看着来 看着 健康状况的调查 前边我们是不是说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来做健康状况的调查可不可以 用流行病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我要给你们做调查的话 同学们这一点是了解啊 了解内容 我要给你们做调查 我直接给你们发个表格 我在做调查之前 随着我的思路来回过来啊 跟你在你们做调查之前 我知不知道你们谁有口腔没有什么疾病吗 不知道 对不对 我就给你们发个表格 比如说我给张小广啊 张小广同学发了个表格 我一看他有起病 我画上 我一看王山有牙肉病 我也画上 我再一看 分考必过有伏斑牙 我也画上 这就是在做健康状况的调查 那么他是按步骤来的 你看一下 健康状况的调查 我们分类这么几步啊 第一步 我给你发个表格 我给王山发个表格 第二个 我要确定 为什么我说他是起病呢 我一看牙都黑了 一探紧还软 对不对 然后我再确定调查的方法 你们这些人 我就用 就用这个 哪个方法调查了 比如说 我们一会用的方法 用的普查抽样 结晶吃点吧 我就用这个普查的方法 每个人都调查 我再确定一下人数 用30个人呀 300个人呀 还是500个人呀 然后我再减小误差 避免错误 我拿到手的就是数据 这个数据 我一整理 我得出来 就是你们这些人的 健康状况调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健康状况的调查啊 下面我告诉大家 两点要明确 第一点 健康状况的 第一步是发表格 最后一步是收表格 中间这些过程 都是为了发现疾病 明白吗 都是为了发现疾病 下面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 每一个步骤里边的考点是什么啊 每一个步骤里边的考点是什么 不知道啥呀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有啥病 这回我调查完以后都有了 来 再随着我的思路来啊 所以说我们健康状况的调查 它的步骤就是发表格 定指标 找方法 算人数 减误差 再做标准医性实验 最后数据整理 三步骤 你别看你书上讲的那么热闹 它其实就这点东西 对不对 下面咱们先看第一个啊 发的表格里边有什么内容呢 它涵盖着三项内容 那三项 一般项目健康状况项目 问卷标查 现在我来考你啊 啥是一般项目呢 就是性命性别年龄职业集贯 它有什么用 比如说扶板牙 那就和籍贯有关系啊 对不对 然后起病 它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 一线疾病啊 比如说起病 它还和什么有关系 那还和性别有关系呢 所以它只是为了统计资料 分析资料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啊 它是干啥用的 而我们最想要的是 中间这一块 那就是我想发现你们 谁都有什么病 对不对 我发现什么病呢 通过口腔健康状况的调查 调查调查就是查病 是我查出来的啊 是医生检查出来的 体病 牙周病 什么伏斑牙 都是医生查出来的 而我们最后一项问卷调查 是我们问出来的 老百姓通俗一种的 我们问出来的 这是咱们这个表格里边 涵盖着三项内容啊 三项内容 好了 下边我现在 现在我问你 现在我问你啊 我说 这个健康状况的调查 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块 看这个表格 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块内容 你做流调的目的是为了 发现一个 二 三 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块 就是为了找病 看见了吗 寻找人群当中的患病情况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 而卫生习惯 听着啊 哪些是用问卷调查的 比如说 卫生习惯 生活习惯 是你问出来的 还是查出来的 卫生习惯 生活习惯 是问出来的 这就是问卷调查 你们在生活当中 也被别人问过卷啊 问卷过 所以搞清楚 健康状况是查出来的 检查出来的 而生活习惯是问出来的 下面我就问你 你既然是查出来的 同学们 你为什么说它是起病 它是腹斑牙 它是牙周病呢 我们得有标准 那我们健康状况 口腔健康状况的调查 最常用的标准是哪些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看着啊 第二个问题 哪些标准呢 哪些标准呢 看着啊 冠起 根起 牙周病 我就用CPI 而伏牙周 我就用电子数 下面我问你啊 你怎么诊断 它是个冠起 那就是用 用CPI探针 探测它 探测发现什么呢 发现 腹脂翻软了 动地 动地 软化了 那我就可以诊断为 它是个冠体 如果我发现 它的牙根上 一探枕 有软化和皮革样的损害了 我就把它诊断为根体 这就是标准吗 如果我发现 这个人 牙齦出血 有牙齿 还有深的牙周带了 那我就把它诊断成 这个牙周病 如果我发现 赵本柱同学 赵本柱同学 我还以为赵本山呢 看着赵本柱同学 我发现你呢 有高佛期生活的历史 而且你的牙上 颜色有改变 还有部分的缺损 表面光泽度也发生改变了 我就把你定为 扑斑牙 我用的是哪个指数呢 我用的是这个 扑牙症指数 那这个指数 你是需要记住的 是电指数 对吧 张贵方 电指数 是不是 这就是第二步 来 随着我的思路来啊 健康状况的第一步 是干什么 同学们 第一步是干什么 第一步干啥呀 发表格 发表格是为了干啥呀 找病 所以第二步得有标准 找病 这些病是咋找出来的呀 得有标准 有标准 哪些标准呀 咱们口腔和常见的疾病 不就是起病 亚洲病 扶斑牙吗 对不对 不就是起病 亚洲病 扶斑牙吗 所以我这些标准 都是针对这三大类疾病来定的 来定的 是不是 有标准了啊 这个就特别重要了 第一步发表格 第二步有标准 你必须得按着这个 一步一步走 要不然一会就计乱了 来再看着啊 有了标准了 同学们 有了标准了 我得找方法 健康状况调查最常用的方法 来 这回你们来回答我 健康状况最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健康状况调查的方法有哪些 看着啊 哪些方法呀 普查可不可以啊 每个人都给你们查 这就叫普查 那普查太麻烦了 我就抽样 再不行我就洁净 再不行我就试点 这就是健康状况调查 最常用的四个方法 普查抽样 洁净试点啊 下边我考你 如果我说人人都查 面面俱到 他的面最广 一个也不漏 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普查 对不对 如果我要是抽调一部分人 但是这部分人得有一定的人数啊 他同样具有代表性 他就是抽样调查 现在我考你 这一二三四四个方法当中 最常用的是哪个方法 在一二三个最省事的 不能说最常用的 国际通用的 国际认为最合理的方法 最最合适的方法 最最省事的方法 你选哪个 最省事的方法 这四个方法当中 最省事的 有的同学答抽样 有的同学答捷径 你们认为哪个是最好 曹国磊 曹国磊 你答是正确的 最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最省事的方法 那就是捷径 捷径啊 好了下边我们再看 这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同学们 这四个方法啊 这四个方法当中 他们下边我要讲的问题是 都有什么区别 这张PPT上你只需要记住 健康状况调查的方法 我问你有几个呀 那就是四个 哪四个呢 普查 抽样 捷径 哪个是WHO推荐的呢 捷径调查 这就完事了啊 完事了 下面咱们再看第一个 看着啊 普查普查 又叫全面调查 看着啊 全面调查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特点就是 在指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发现人情当中 全部的 全部的定义 就是你们今天晚上 所有的学生 我都调查一遍 一个也不落 这就叫普查 我发现疾病了 我才能给你们每一个人 都治疗 这就是它的优点 发现人情当中 所有的患病情况 并给予治疗 这就是普查 那么考试题 它的应查率 应查率 看清楚啊 应查率 如果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你的应查率 必须得达到95%以上 你才有效呀 对不对 你说你一百个人 你就调查了五个人 这无效啊 这个不叫普查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考你应查率 就是95 如果反过来 我问你 我说 漏查率不能大于多少 就是刚才那个同学答的 漏查率不能大于5% 那么普查的优点就是 面面俱到 发现人群所有的疾病 给予治疗 它的缺点 你看它有缺点吗 人口普查 是不是从你出生到现在 也没有做多少次呀 因为普查 它的缺点是 工作量太大了 成本太高了 漏查率太高了 有同学说 不就漏查了5%吗 那咱们中国 如果 咱们中国做人口普查 有14亿人口 漏查5% 你说是多少 这个数就太大了 是不是 费施费力 来 第二个 抽样 抽样 抽样就是 和普查相比较 它稍微省时省力 得抽掉一部分人 同样具有代表性 那么从字面上理解 样 看这个样了吗 抽样 样就是人 抽到谁 谁都是我的样本人群 现在我抽到 甭考必过 心想事成 那么你就是我的样本人群 如果我抽的样本 含量太大了 100个人 我抽了98个人 这就是浪费 这就不叫抽样 这叫普查 如果100个人 我抽了两个人 有福安牙 我说福安牙 正在北京流行 那你说对吗 它是抽样含量太小了 它就没有代表性 所以说抽样调查的人数 得足够大 人数得足够大 好了 所以我们后边那个样本含量是需要算的 那咱们抽样和普查比较 它会省时省力 最常见的抽样方法有几类 来回答我 最常用的抽样方法有几类 最常用的抽样方法有几类 有的说四类 有的说五类 你看是哪几类 抽样方法有五类 哪五类呢 单纯随即抽样 系统 分层 整形和多极 抽样方法有五个 最常用的有五个 单纯 系统 分层 现在我考你啊 我说这五个方法当中 我现在考你看 你还记得吗 一 二 三 四 五 我问你 我说 哪一个方法最常用 是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哪一个方法是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这五个方法哪个是最基本的 非常棒啊 单纯随即抽样 它是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它是个基础 什么是单纯随即抽样啊 你们这些人 我抽到谁算谁 抽到谁给谁100块钱 这就是单纯比较抽样吗 没有任何的安排 抽到谁算谁啊 它是随机的 完全随机的 好了 下边我再问你啊 哪系统抽样 第二个系统抽样又叫什么抽样 系统抽样 是经过系统安排了 咋系统安排啊 你们一听 抽到谁给谁100块钱 那么你们来的人太多了 比如说来了500个人 那我就100个人占一队 100个人占一队啊 安排以后呢 我抽到比如说 11号了 我就再抽 剩下那些队我就不用抽了啊 我就抽到这 21号 31号 41号 51号 61号 这就是经过我系统的安排 跳号 间隔抽取的 像这种方法 就叫系统抽样 那么它有个用名 就叫间隔抽样 它不能跳号 所以它比较死板 它也叫机械抽样 你看看 这一个系统抽样 是不是有三个 有两个另外的名字呀 系统又叫间隔 又叫机械抽样方法 这个最爱考 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 这几个方法 间隔抽样 系统抽样 这几个方法 你要分不清的话 我们再分别讲一下 先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 单纯随机抽样 单纯随机抽样 它是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同等概率嘛 你们都有机会 刚才我讲到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先编号 再按照一定的间隔抽取 所以它也叫间隔抽样 它也叫机械抽样 对不对 分层是什么意思 来的人更多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 北京上海天津的各站一队 或者我说 小学初中高中的各站一队 或者我 或者我就是按什么来着 按这个文化层次呀 年龄呀 什么性别呀 男的站一队 女的站一队 凡事 凡事 先按照年龄性别居住地 或文化程度 或经济条件等等 这些条件 分层 先站队 然后再袭击抽取 那么这就叫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啊 什么叫整群呀 整群就是 以整群的单位 比如说你到小学里边 是不是一到六年级 好多班呀 什么一班二班三班 我不管他那个 我就说 今天我抽取的是 一年级二班 三年级五班 六年级什么一班 这个班里边 每一个人都不能少 一个群体一个群体 这就叫整群抽样 最后一个多级抽样 什么叫多级 我把实验分成几个阶段 为啥分成几个阶段呀 大规模的调查 一个阶段调查不完 记住了啊 凡是提到大规模多阶段 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多级抽样 大规模多级的多阶段啊 好了 那这样的题怎么考呢 同学们 这样的题 他是倒着考 他说 在进行大规模调查的时候 常把抽样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请问 A B C 第一 他用的是哪个方法 对号入桌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我要说 按年龄性别基督地 划重再抽取 那就是分成呗 对不对 他是这么倒着考的啊 下边我来考你来答 一个也不能错 将抽样对象按次序编号 先随机抽取第一个调查对象 然后按照一定的间隔抽样 请问这是什么方法 我说的是一个不能错啊 目前没有看见错的 系统抽样 他又叫什么抽样 他又叫什么抽样 哎 他又叫间隔抽样或机械抽样 是不是 这第一个了啊 一个没有错了 来再看一个 徐小骂 你来回答 以整群未抽样单位 随机抽取若干个群 为调查单位进行调查 请问这是哪个方法 你看关键词呀 整群未单位吗 当然他就是整群抽样了 是不是 整群啊 来再来一个 在进行大规模调查的时候 常把抽样分为几个阶段 然后再单纯随机抽取 这是什么方法 对了 这是什么方法 大规模多阶段吗 多集抽样啊 上楼梯一样多集 然后最基本的抽样方法是哪个 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单纯提及抽样 是吧 然后最后一个 按年龄性别基础地文化程度 再抽取 这是哪个方法 哎 这就是分层抽样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单纯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抽样方法 的五个方法 抽样方法的五个方法 单纯系统分层整形和多集 好了 这就是咱们出题的方式 下边看题 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样本含量小就会这么着 刚才咱们讲抽样调查 我说抽着谁谁就是样本 抽的样本含量小 就证明人数多还是少 是不是人数少呀 人数少能有代表性吗 那么抽了五个人 我就说人家去邯郸 我就抽了五个人 我说邯郸福班牙正在流行 这对吗 不对 他就会误差大 是不是 误差大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题的答案 应该选的是哪个来的 选的是第五个答案 抽样误差比较大 下边我们再看一个啊 再看一个 我说当 样本含量大的时候 你抽的样本含量太大了 会有什么后果 还是这 你还从这里边选择 老师某个地区 全体人员和他检测 全体全体一个不辣 就是普查 对 你看啊 这个抽样误差 要是如果太大了 那就是有同学 哎 写的对了啊 抽样误差太大了 那就是浪费 这个题呢 它其实是三道题 怎么是三道题 你看我怎么跟你出啊 我说 样本含量小 你就选物太大 我要跟你出 样本含量大 你就选 样本含量大 你就选浪费 如果我再跟你出 我说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减小误差 那你就选 加人数 看见了吧 那你就选加人数 加人数不就是 加大样本的含量吗 对不对 加人数就是 加大样本的含量啊 加大样本的含量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个一个题 我可以考你三道题 特别具有 我这个题都不是 随便乱出的啊 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题 对不对 好了 咱们再看一个啊 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的 健康状况的调查 我刚才讲了两个方法了 一个是普查 一个是抽样 它们俩都挺麻烦的 你看 普查浪费人力物力 然后抽样 又有五个抽样 太麻烦了 你再给我选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我要讲的是 健康状况调查的第三个方法 洁净调查 什么叫洁净调查吗 它直接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年龄组 那就是洁净调查法 对不对 那咱们要考什么呢 同学们 如果他问你啊 哪一个方法经济使用 节省时间 节省人力物力 请问是哪个方法 你就选捷径 叫他吧 明白吗 最常用的人 人有哪些 杨平静已经打出来了啊 他说这个是五岁 你选一下 我这个里边有一个答案是错的 你看一下是哪个 找错误 五岁 十二岁 是吧 有十八岁吗 没有 没有 是吧 那你再看看 还有一个地方错的呢 刘德龙 你看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哪个地方是错的 四十五岁有没有 虽然你认为四十五岁很美好 是不是 咱们说的是三五四四 三五四四啊 六五七四 你看 六五七四 你最喜欢过的是 十八岁成人礼 但是这里边没有 然后五四 五四三五四四 这后边这个末尾数啊 是五四 那咱们过不了十八岁了 咱们就做个 过个五四青年节 所以这个末尾数是 三五四四六五七四啊 五四青年节 三五四四六五七四 所以这里边是有错误的 没有十八岁 没有四十五岁 没有十八岁 没有四十五岁啊 来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这些年龄都代表什么疾病呢 如果你调查乳牙 你就用五岁 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 十二岁代表的是起病 因为后边还要用 然后牙周病的调查 用的是十五岁啊 这两个务必记住 起病十二岁 牙周病是十五岁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啊 那么这个方法 洁净调查法 就是示威组织推荐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试点调查 它又叫 必须记住用名叫 预调查 什么叫预呢 就是先做个简单的调查 它是小范围的 比如说 在广州做个小试点 在广州做个意调查 那么同学们 务必记住 试点调查就是意调查 怎么调查呢 你说五岁能够代表预养 我就选一个最相近的年龄组 四岁和它做比较 结果证明五岁 最能 最具有代表性 这就叫 意调查 对不对 用最相近的年龄组 和另一个年龄组做比较啊 好了 这就是试点 这就是预调查 好 下边我来考你啊 下边我来考你 我说世界卫生组织 咱们刚才说的健康状况的调查 一共有几个方法 健康状况的调查 我一共讲了几个方法 健康状况的调查 我一共讲了四个吧 分别是 普查 抽样 洁净 试点 是吧 这四个方法啊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哪个呀 洁净调查法 哪个又叫预调查呢 哪个又叫预调查呢 试点 又叫预调查啊 哪个最费时费力呢 哪个最费时费力呢 普查 最费时费力啊 普查 最费时费力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抽样最麻烦了 五个抽样 来一起回答我 哪五个抽样 哪五个抽样 第一个最基本的是哪个抽样 单纯水级抽样 对不对 经过系统安排 有间隔机械抽样是哪个呀 就是第二个系统抽样 对不对 按年龄性别居住地分层 它就是分层抽样 一个班一个集体 它就是整群抽样 大规模 多阶段 它就是多集抽样 好了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同学们都回答的非常快啊 非常快 其实预防的话 你学个一遍两遍就行了 对不对 玻璃离子 对不对 来 下边我们再看啊 所以说那个 这个几个方法就比较简单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个 刚才咱们说了 抽样抽样 人数不能多 也不能少 那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要进入我们 第四个知识点 就是样本含量的测算 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啊 样本含量的测算 我们估计讲了 这个就该下课了 看着啊 第四个样本含量的测算 最常用的样本含量的测算 样本不能多 也不能少 刚才我说了 多了浪费 少了不准确 你得算 咋算呀 一说到算 必须得有公式 那哪个公式来测算它呀 同学们 哪个来算它呀 样本含量就是受点人数啊 受点人数 哎 对了 有同学要打出来了 他说样本含量的测算 常用的公式 是我们务必要记住的 那就是n等于k乘以k要比p 是不是 n等于k乘以k要比p啊 因为不能多不能少 所以得用公式算呀 那么每一个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n就是受减的人数 n就是你要算的受减人数吗 然后p就是率 就是预期限换率 率就是p p就是率 概率 概率 然后k值 k是什么呀 k是根据谁来的吗 允许误差的大小 做实验 我允许误差 是我做实验的这个人定的啊 我定的 在预防当中 允许误差只有三个数 听我说 只有三个数 当允许误差是 比如说现在我派你们林医生 还有明明 还有这个张医生 你们三个去北京 上海 天津做实验 那么林医生 你允许的误差特别小 你去北京啊 只有10% 而咱们杨明明呢 允许15% 而我们张医生 允许20% 误差越大 你想你用到的人数 越多还是越少 现在我问你们三个啊 你的误差越大 你用到的人数 越多越少呀 越少 明白吗 越少啊 所以你看啊 他的k值 允许误差是10% k值就等于400 这是个系数啊 这个不是人数 这是系数 允许误差是15% 那你的k值就是178 允许误差是20% 你的k值就是400 这个东西如果带入到公式当中 你看一下啊 这个数就决定了 样本还要的大和小 是不是 基本上是他来决定的 对不对 来看着啊 所以说你务必要搞清楚了 现在你们跟着我的思路来 你们来回答我 样本含量测算的公式当中的字母 各代表什么意思 来先说第一个 N代表什么 N就代表的是受减人数 也就代表的是样本含量 样本含量就是受减人数 就是你要算的嘛 k是什么 k是什么 k是系数 它是允许误差啊 k是允许误差 它是个系数 那么允许误差 我刚才说 预防上面只给几个数呀 同学们 允许误差只给几个数呀 三个数啊 三个数 对 现在我问你 允许误差越大 那么你 那个系数就会越小 它们分别是400 178和100 哪个不好记啊 是 178 这个不太好记啊 178 来再看一个啊 再看一个 那这个公式当中的 k 它就是 1 减 p 那么我们这个p呢 它就是换取力 所以 k 它实际上就是 不换取的概率呗 那就是非换取力吗 这个p 在这个换取力 在我们的题杆当中 你压根不用记它啊 不用记它 它会直接给你 比如说北京上海天津的换取力 我就直接给你了 你只需要记住公式和k值 必须记住公式和开值 好了 这是咱们那个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讲了这个咱们在下课 下面看 做选择题 在估计样本含量公式 n等于k乘以k比p当中错误的解释 让你找错误 它说 n是受减人数 正确吧 p是绿 k是1-p k是根据允许误差大小而定的正确 允许误差10%k值等于多少 400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的第五个是错误的啊 允许误差是10%k值等于400 是不是 这一道题啊 再来一道 这个题 为了解12岁学生的换取情况 某市准备开展一次 抠腔健康状态的调查 从急往资料当中 看着啊 我一会儿问你 从急往资料当中 已知12岁学生的换取率 是40% 要求抽样误差是15% 现在我问你啊 你怎么做呢 根据公式来 n 等于 k 乘以 kl 比p 你先告诉我 你从哪看出来是p是哪个数 p是哪个数 你不叫代入公式吗 是不是 抽样误差15%的时候 k值等于多少 k值这等于多少呀 k值它就是178 率这不就是40%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道题呢 你代入公式就行了啊 你看一下咱们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你看直接代入公式 允许误差 看这儿 只要你在题材中看到允许误差了 那么它就是相应的k值 是不是 只要你看到绿了 我说绿根本就不用背 每个城市不一样 你就直接代入公式就可以了 有同学说我数学不好 那你这不就是0.4吗 那1减0.4那不就是0.6吗 是不是 这一约不就是3除以2吗 6除以4是不是就3除以2呀 是不是 这根本就不用打草啊 不用打草 这道题我出这道题的意思就是 你要知道算法就行了 你要知道怎么算的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现在都没有笔没有纸啊 没有笔没有纸 但是你的片子网上会有计算器 如果你计算机不好的话 你不要动它 你一动有可能题也找不着了 是不是 或者你会很麻烦的啊 好了 这是这个题 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刚才咱们做的这道题 就是我要求大家是通过这个题杆 你要找出来 这是绿 然后这是这是k 然后你代入公式 所以说呢 我们经过讲解呢 就是你必须要记住的是公式和配值啊 p不用记 p不用记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算人数 对不对 沙漠是 有的那年有个同学就是 不到了一下把题不倒没了 是不是 那就悲催了啊 因为考试是有时间的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所以这道题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267 等于什么不重要 会算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道题啊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样本含量的测算了 好 下面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健康状况的调查 第一步干什么 来第一步干什么 我们讲到第几步了 第一步是发表格 第二步是有标准 是冠取跟取还是这个不压照 第三步呢 是第三步呢 是有方法 方法是普查抽样还是洁净还是试点 第四步呢 是算人数 n等于k 乘以跳比p 是不是啊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健康状况的四个步骤了吗 有表发表格 有标准 找方法 算人数 刚才咱们就算完人数了 其实还有最后一步呢 最后一步 大家还能坚持吗 大家就 下边我再去物差找偏移了 你看你不是算完人数了也有方法了吗 下边我就要做减物差 去偏移了 你们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看着啊 看着啊 误差和偏移 来看着 这个误差误差 误差和偏移 哪个不可以避免 我问你个事啊 哪个不可以避免 咱们组织在学生就是道 特别有韧性啊 对 误差 它是不可以避免的 就算是我拿尺子两米的身高 也会有误差 别管它大小 它肯定成长 而偏移 它是可以避免的 偏移 它就是一种错误 它是可以想法避免的 是不是 偏移偏移 从字面上理解啊 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了 它就是错误的 它是可以避免 临床上最常用的偏移 有这么几种 选择性无应答和信息偏移 看着啊 选择性无应答和信息偏移 对不对 啥是 什么是这个选择性偏移啊 同学们 什么是选择性偏移 什么是无应答 什么是信息 我们讲了这个下课啊 最后一个问题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 选择性偏移 选择性偏移 就是什么原因啊 没有按照随机的原则 选取要的的人情 而是随意 比如说乳牙的调查 刚才我让你们用几岁啊 五岁 如果你用了75岁的你爷爷 这就叫 没标准下选择 无标准下选择 这就是随意选择 它会使我的实验不准确 这就叫选择性偏移 什么是无应答呢 同学们 无应答 今天我调查的时候 哎 这个程梅同学没有来 他不能答应我 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人没来 这就是漏茶 漏茶漏茶 它导致的偏移 就是无应答 不能回答你问题 没有来吗 这两个都可以避免 比如说我给程梅 我说你要来 我给你发100块钱 他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 防止无应答 最好的方法 就是发放小礼品 对不对 是这个啊 那你这个选择性偏移呢 我就按标准就完了 对不对 那咱们 信息偏移信息偏 第三个啊 这个最常考的信息偏移 它会有如下几个方面产生 第一个 器械不对 光线不足 比如说我们做CTI调查 我们用的都是CTI探针 而我们程梅同学 程梅 他用的是普通探针 我说牙周带是三个毫米 我是测量的 而他是懵的 所以说 凡是器械有问题 导致的错误 就是信息采集有错误 这是信息便宜 还有程梅 他压根看不清楚 他光线不足 他导致的错误 还是信息采集有错误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了啊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第二个叫 回忆天宜 报告便宜 那我就不用程梅了啊 我用谁啊 我用那个杨敏命吧 我说你抽烟 几岁开始抽的呀 他说也不知道是五岁还是六岁了 时间太多远 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采集的信息也是错误的 或者我说 你有高血牙吗 他想拔牙 他说我没有高血牙 他就假报告 那么导致的便宜 还是信息便宜 对不对 这是被调查的人导致的 而第三项就是检查者 我和张医生 我们俩去做调查去 我采集的信息是正确的 他采集的不正确 那就是检查者之间产生便宜了 还有张医生上午调查 下午明好好调查 那么你就采集的信息还是错误的 是因为谁导致的 是他本身导致的 像这些 全部都属于信息来源有错误 全部都属于信息便宜 全部都属于信息便宜 搞清楚了没有 信息便宜 好了 这是咱们刚才说到的 便宜的种类有这么三种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来我们一起回答一个问题 咱们就下课 看着 在口腔健康的调查当中 漏查他属于什么便宜 漏查他属于什么便宜 哎 无应答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个啊 现场光线不足 导致的误查是什么 光线不足 采集信息有错误吗 对不对 调查对象不愿意真实回答 导致的错误是什么 不愿意真实回答 那不就是假报告吗 假报告吗 他不就是报告便宜吗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 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了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朋友的同学们 累不累啊 大家 然后你不明白的你先留下来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啊 你要是不明白的 我 我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天的课了 白天上一天课 晚上又上一晚上课 我就怕你们累 我所以说我就下课了 可以看回放 我没事 我这个精力可充沛了 你像咱们高端端上课的话 就是有时候一上 因为咱们中间没有休息啊 今天咱们中间没有休息 对 我没有早退 谢谢你的夸奖 谢谢你的夸奖 因为你们今天我是第一天给你们上课 我怕你们不适应我 然后那个 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快和慢 咱们能不能接收 然后你要是 多少解课 五个晚上吗 五个晚上 然后明天晚上你适应我了 我就多讲一点 今天晚上咱们 明天的话 你要白天把这个消化消化 对 消化消化啊 然后明天我要讲的是 起病流行病学 起病的预防 明天主要讲的是起病的预防 后天就是牙周病的预防 咱们是七点半到九点半吧 八点半九点半 现在是九点四十 谢谢谢谢谢谢张小广 自己捋一下 明天晚上我一上来我就跟你捋一下啊 我我看咱直播间里还有这么多人没走呢 你们是不想走是吗 好了 咱们今天晚上的课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所有的同学们 要是不会呢 你就从群里找我 加我的微信啊 你们每天晚上是十点半吗 我没有搞错吧 组织的群里边有 有我 一般我是在那个高端班的群里边都有我 对 十点半派上疲劳应战不行 咱们最重要的是得吸收 不用泼汤 咱们都学会了就行了呗 对不对 好了 拜拜 拜拜 明天晚上见了啊 明天晚上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